北極熊 這個就好玩了 北極熊欸 好可愛欸 這個是我在福州拍戲的時候 然後有空就到朋友 朋友那邊泡茶什麼 他旁邊說有一個賣 專門在賣這種工藝品 這種藝術品的地方 然後他就看我就看到這個 他一直跟我推薦這個 他說這個好 我說這個熊 我說奇怪 這個大陸的熊貓你不做 你去做一個北極熊 大陸又沒有北極熊 對啊 大陸又沒有北極熊 你偏偏畫個北極熊 我把他求了一堵 他說你真的不懂不識貨 這個是林亨雲老師的作品 林亨雲是大師嗎 大師大師大師 他好像在去年 去年才剛過世 那就更有價值了 對啊 就就炒作起來 通常藝術家過世之後 對 他的物品他的作品 聽說他現在的東西都上擺了 就會水腳船高了 而且他刻得也不錯 你看他的臉 臉是非常有型的 蠻凶猛的感覺 我們一般對北極熊的印象都是 好可愛啊 對對對 但其實北極熊很凶猛 很多人不知道 而且他也是瘦山石的一種 石頭刻的 他很細耶 他連腳底板都刻得很細 那個腳趾頭都刻出來 那個爪 你這個他有那個作品證書給你嗎 有沒有證書啊 沒有 沒有 那你就 會吃虧 那你確定是聯合園的作品嗎 他吃虧 對 為什麼 因為他上面沒有沒有刻名字 他沒有落款 可是在以前 如果是那個林老師的作品的話 他在以前的話他不會落款啊 以前的作家 他本來就沒有習慣落款 不是 這樣的話會吃虧 因為你這個任何的作品要落款 你才能證明說這件就是他的 可是如果老先生就從來不落款了 應該不會 不會啊 明家的話應該不會 他是後來才知道他變成名家 所以這可能是老先生早年的作品會不會 他也 我也買不久耶 那像這樣的情況 假設 慶華買了一個名家的作品 然後也沒有落款 因為我其實有朋友跟我說 在文革之前呢 尤其在文革時期的作品 都不敢落款 那如果他真的是名家 只是因為沒有落款 能不能拿到大陸去 是堅定呢 還是拿個證明之類的 可以啊 可以再去找他們 找他們幫我們出個證明 是吧 那要找誰啊 他已經不在了 那要找誰 現在是這樣 比如說顧景舟 就找他的家人幫你出個證明 但是出個證明就很貴了 因為顧景舟的作品已經貴了 或者是某個作家 或者畫家 那大概多貴呢 像顧景舟的東西 動責上千萬的話 水澡船溝 他的鑑定大概要花多少錢 不是 就是他的家屬可以幫你借 比如說現在台灣 台灣不是有個 著名的雕刻家 是 那租民他有個租民的基金會 他也在幫你做鑑定 做鑑定 他也是有費用吧 那那個費用大概 大陸是收的很貴啦 多貴啦 值不值得嗎 要是幾萬塊就給他花啦 有的是幾萬塊 有一二十萬都有啊 一二十萬也值得啦 真的 如果是顧景舟的 一二十萬小錢啊 對 現在可能去他 幾萬塊人民幣 他幫你出一個證明 可能是補 補這個當時你沒有簽名落款的 或者沒有證書的 所以現在我們一般台灣是比較 在藝術市場上比較先進一點 所以我們畫家啦 雕刻家都有個證明書 畫廊賣給你都有個證明 做明證明 讓你保存 去證明出這件事 當然上面還有簽名落款啦 因為中國有十年的文革 那時候是比較動亂的 所以有些藝術家 據說不敢落款 也有這種情況啦 所以這一件呢 如果是真品 那就趕快去要個證明 花一點小錢是值得 好 那時候買多少錢萬元 那時候買大概兩萬多塊 超過兩萬 新台幣 對對 超過兩萬多塊 超過兩萬多塊 好 真的是林亨雲的作品嗎 那如果真的 是不是值得去要個證明呢 我們來見價 請欠價 五萬元 五萬元 不值吧 不值吧 就是說他沒有落款 他沒有落款 他是不是林亨雲的 這個要看 為什麼呢 因為五萬塊很尷尬 我到底要不要去證明 雕成這樣的品質 是很多工藝家都可以做得到 如果說 其實我們現在有個迷思 這個工藝家 某個畫家很有名 事實上 你要看他的作品 是不是很獨特 如果他的作品是很一般的 只是他技巧很好 其實他將來的增值力都很有限的 因為藝術品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都是獨創性 只有他能夠做得到的 或者是他的風格很獨特 只有他能夠這樣畫的 這一定要想辦法去跟他要一個 可是很尷尬五萬塊 然後你買兩萬塊 這中間利潤三萬塊 不會 他的價格 現在大陸的工藝是很多 工藝是到處都是 所以你要去請他再做證明 可能不用那麼多錢 不過也是個機會 幾千塊你就去投資了 幾萬塊就輸了 要花點時間去跟他爐一下 因為他這個材質也不是說是和田玉 那當然很貴 那他這個材質是 瘦山石 瘦山石系的 或者是漢白玉之類的東西 不是很昂貴的石頭 不過我還是覺得他為什麼不磕熊貓 磕個北極熊 哈哈哈哈 還是賺了